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根爸爸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 我拆switch都是用这两把螺丝刀 annex的Y字形螺丝刀和这把美塔利的1.5的十字形螺丝刀 那其实呢,因为经常拆switch,它螺丝还比较多的啦 一个个用手去拧呢,效率还是比较低下的 手也会比较酸 其实之前啊,有很多网友就跟我推荐的电动螺丝刀了 其实我一直有计划想买一把电动螺丝刀 直到前阵子,有人联系到我 说是让我测评一个电动螺丝刀 那真的是非常合我的胃口哦 我立马就跟他确认了这个电动螺丝刀有没有Y字形的螺丝刀头 他就跟我说,他附带了1.0,2.0和2.5的刀头 其实switch的这个Y字形的刀头应该是2.0可能是最合适的啦 所以呢,我立刻就答应帮他们做这个电动螺丝刀产品的测评了 然后呢,东西已经到我手里了啦 来,我们请出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主角就是他啦 哇,stick,怎么样,EF夹吧 那种厂家很不错哦,他帮我从国内寄到日本来了 但是呢,我刚才打开包裹一看 这边都已经摔碎了,大家看一下 好心痛哦 然后呢,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条 深深的刀痕 我看这是他的内包装 其实在国内这个内包装上面被他划的 我估计呢,又是国内的安检了 真的,我好多次碰的安检,真的好暴力哦 心痛 OK,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打开包装啊 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希望里面东西别坏掉 怎么会摔成这个样子啊 这次国际物流呢,他们是利用了那个左川直辩 左川直辩的物流应该是比较温柔的了 我觉得可能是国内那段路上给弄坏的 其实呢,他如果能给我搞一个纸板箱就好了 好,我们先看外包装吧 来,有英语,德语,还有日语 居然还有日语啊 然后是中文,我们来看中文吧 锂电池精密螺丝刀,wowstick,EF加 这个SKU是什么意思啊 颜色是升空灰啊 电池是锂电池 然后P头规格4x28x45 制造商是苏州斯坦科基电有限公司 OK,wowstick 然后这边他还有微信公众号条型码 可以看得出他这个外壳还是很挺精致的 就是可惜啊,在运输过程中 给弄的有点玩玩牛牛的了 那打开这个包装以后呢 这里面,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先看一下这个 感觉好像是块垫子啊 我们打开看一下看 OK 啊 好像是个橡胶垫,软的嘛 哦,知道了 我感觉哦,这好像是不是有磁性的 嗯,他有他有一种弱磁性的感觉 嗯 然后呢,上面有各种刀头的标记 这个东西可能 哦,我感觉可能是放螺丝用的嘛 他可以把螺丝给吸住 然后呢,这下面有两份说明书 说明书呢,一样哦,英语 诶,说明书居然没有日语 外包装有日语,说明书没有日语 那一份英语的说明书和一份中文的说明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双动力混合驱动 钢琴键出 开关 便携收纳盒 哎,还有收纳盒 自锁集轮集成结构 底电池供电 LED照明 全球标准通用劈头 包含主机底座收纳盒 USB充电线 吸盘加磁片 翘片 呃,磁性定位版 我知道了 这个东西是磁性定位版了 估计是 它有56款p头 和常用的螺钉是什么东西啊 转速是200转每分钟 扭矩是0.15牛每米 主机材质是铝的 那p头呢是s2核心钢啊 然后p头规格这个4x28 然后有个45是什么概念 不懂 哦,果然哦 他跟我说有5i 5i0.6呢好像是手机 iPhone里面有 5i1 5i2.0 5i2.5 还有5i3.0呢 真的好齐全哦 OK啦 那我们重点试一下这个 i2.0是不是很适配 来拆这个switch 嗯,然后一线警告信息了 反面呢 也是哦 使用说明 然后,这些东西哦 这个我估计是本体啊 这里面估计是p头这些东西吧 我们先把本体拿出来 我们看 啊,不对,这不是本体 它是mr case 哦,它还有个收纳盒 来 哇 像一个小船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哦呦 哦,它是通过磁铁 来吸住的 哇 感觉很不错 嗯 OK 那盒子我们放一边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啊 它这个有个打叉什么意思 是不是十字的p头 哈,不对 它是本体 看到没 这是尾部的一个充电口啊 哦,这么细哦 没想到 哇 看到没有,wow stick 这个是加号 怎么用呢 是不是这个按钮 哦,这就直接可以用了 没有开关 哎,挺有劲 哦,知道了 这样就很简单 你按上面 它就逆时正转 就是松螺丝 按下面就顺时正转 哎,真的好细哦 比我想象中细很多 嗯 OK 那么本体我们放一边 这个一看就是它的头了 配件了 accessory 哦 配件是装在这么一个盒子里面的 open啊,从这个地方开啊 它这个X3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还有方的头了 这很齐全 三角头 然后呢,是当中是空开的 两只角 这都是很特殊的头 还有这个0.8的源头是用来干嘛的 然后1.5当中1.5 然后ph0啊 这个标 这个是什么标准 反正是国际标准哦 嗯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OK啦 哦,很明确哦 它上面第一层是方头 第二层呢 是三角头和当中一个 有个缺口的这种 这种,这种螺丝我也见过 这种圆头 这种圆头要来干嘛 这个我不知道 现在当顶针用吗 哦 还有这种 好特殊的头 好特殊的头 嗯,然后最常用的在下面 这个也掉下来的 加长形的1字 然后呢,ph0的十字 这个是六角头 然后呢 这也是个十字 粗十字 你那种大螺丝 了 OK 把它塞进去 确实挺方便的啊 一目了然 好 这就是各种规格 这就是各种规格 十字的 一字的 和六角的 最后呢 我想要的 Y字形螺丝 应该就在这里面吧 Y字形在这边 来我们来看一下 Y2.0 Y3.0 Y2.5 Y2.5 来比较一下我们这个 Amex的头 不好意思啊 这个头已经有点旧了 嗯 我怎么感觉这两个 大小差不多 我这把是1.8的 怎么感觉好像这把1.8的反而还大一点 我们 拿一个螺丝试试 这把2.0 我感觉还是有点松 我们拿个2.5试试 2.5 会不会 正正好好的 2.5一下子大了好多 哎,我觉得这把2.5可能刚那么好 嗯 可以是12.5的 好了 这东西放一边 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它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宝贝哦 这个我估计是底座了 挺沉的 应该是个底座 果然 好沉诶 它下面是橡胶材质的 上面呢 有一层塑料的保护膜 那橡胶是防滑的啦 我这个保护膜必须得撕掉 OK 好了 嗯,黏黏的 这样的话 是不是这个东西往里面一插 诶,比我想象中的松动 那至少它能站住 就算偏在边上它也不会倒 真的是很重 那么还有最后一样东西 这个是什么呢 是一个工具盒 Tourbox 哦 加持器 充电线 长得很周到 一个小锡盘 一个小翘板 这还有什么呢 哦 还备了一瓶 一瓶小螺丝 诶 好可爱哦 诶,这个玻璃瓶好可爱 这小瓶子让我想到的药瓶 这个玻璃好透啊 不错 哦 这个是加持用的 哦 OK啦 那么东西我们已经开包完了 然后呢 我们就来测一下 用它 来拆我们的switch吧 那我们 先拧这个Y字形螺丝 拿出Y2.5 把它装上去 然后呢 先扣住 扣住了以后呢 我们按 哇,力气好大 怎么握比较好呢 这样 诶,诶,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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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轻松啊 哎呀,不好意思 没按好 电动螺丝刀这个你要当心哦 它很容易就滑了 如果你们按住的话 在按那个 开关之前 你一定要确保它这个东西咬在里面 很轻松很轻松 先转一下 要按住 OK 我感觉这个 2.5还是有点大 我还是换回2.0一碗 对 2.0更合适 这样就完事了 然后呢 我放一边 然后就剩下十字的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来换刀头 个人感觉这把可以 ph4个0 那ph2个0可不可以呢 可以 这个螺丝有点血 也可以 个人感觉ph2 2个0 是最合适的 我们就用它了 然后我们上刀头 先从上面开始拧吧 轻松 轻松搞定 这两边这两颗螺丝啊 好像是挺挺顽固的 要注意的 也轻松搞定哦 我发现这东西一用上 你马上就习惯了 真的呢 哎,这颗小螺丝 OK 好像没怎么拆过 那接下来呢 这是里面的 这几颗螺丝啊 我们马上一颗颗来 太快了,太爽了 哇,这个节奏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真的这个体验真的很好 OK 速度快太多了 怎么感觉这东西呢 维修老师傅必备啊 OK 那么 那我们这期视频呢 主要是为了测评 这个螺丝刀嘛 所以呢 蓝屏的维修我就不继续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再体验一下 把这个机器装回去是什么感受 拧回去估计难度更高一点嘛 它这个头戴磁性能 感觉还挺方便 然后呢 我们就这个样子 怎么拿比较好 就这个样子 OK 太方便 然后我们继续拧 好 这也是 OK 刚才这样子 它整个头啊 被这个螺丝卡住了 拉出来的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这个螺丝的尺寸 跟这个刀 这个螺丝头 非常的适配 你看这个样子 不会掉下来 嗯 头做的非常的精致哦 OK 又这样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盖子盖上了 那因为呢 我现在是十字捞头呢 我所以 就先把它的十字螺丝拧上去吧 它边向两个螺丝呢 会 比较 需要的扭矩会比较大一点 拧到最后 你可以 再转一下 就是说 最后如果你发现扭矩不够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你可以人工在转动一个角度 就这样子 但它扭矩已经够了 OK 上下两颗螺丝啊 它是拧在塑料里面的 大家要注意 一旦感受到阻力了 你就把按钮放开 否则呢 有可能会把 螺丝给你换 OK 好 哎,真的方便 Switch啊 它这后面几颗螺丝啊 它都是不带磁的 可能为了防止生锈 然后呢 搞定以后我们再用Y 再用Y字2.0 OK 好了 经过这个测试发现 这个电动螺丝刀 在修Switch中的小家电方面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当然了 我觉得就是特别是 经常修这种机器的师傅 还经常修手机也好啊 修这种小的游戏机也好啊 包括笔记本电脑吧 笔记本电脑螺丝也非常多 我觉得是蛮有必要 有这么一把螺丝刀的 那我估计哦 在接下来我的维修生涯里面 这把螺丝刀会常伴我左右的 那么我们这一次这个Wall Stick EF加的那个电动螺丝刀的测评 就到此为止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